來自虎膚工藝最新發布的一季DROP主題 叫做紅衣主要是有一款小型的有彩包名字叫做度鴨 除了這個有彩包之外還有另外兩款副包以及最新的Instalink模塊系統 還有第二代的HMS系統的一些裝載的模塊化的配件 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那麼這次呢我是三個顏色都有拿到全黑的配色 黑灰紅的配色以及獨特的K版 包款的尺寸都是一樣大的都是30x9x17厘米 那麼帳面上可以查詢到的一些數據呢 我就不在這裡重複的去講了 感興趣的朋友自己都可以在他們的官方的一些渠道公開的一些文章 或者詳情也可以很方便查詢得到關於這款包的所有信息 我們主要還是看一下他們之前差異化的一些部分 首先不管是K版也好普通版也好呢 包款所有的材質都是一樣的 序別只在扣件啦 首先呢這款包通體還是採用了XPAC VX21的面料全覆蓋 然後並且整體的包整個形狀是非常的挺拔和立體 這個原因呢是因為他們採用了最新的副角尼龍周圍內襯 這個副角尼龍的內襯厚度 其實它可以相當於是貨車蓋布的這種厚度啦 差不多是這種等級 非常非常厚啊 聽一下聲音就知道了 這種很結實的 所以這個拿到手一開始新包的時候會有一些這種膠的味道 不過放一放它自然而然就散掉了 這個不是特別大的問題 大家從畫面上應該能看得出來 這個副角是非常的結實 它整個包體呢感覺是厚了很多的 所以它這個包即便是孔包的狀態 它的整個挺拔的效果也非常好 然後並且這一次呢 虎膚工業還跟Sygear同步發佈這個HMS模塊化系統的第二代 虎膚工業這邊是有名用版的授權 Sygear那邊是發布軍用版 並且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扣具呢 這一次都有了虎膚工業自己的Logo 這個Hinch快拆扣上面 之前的版本呢像Slaffier也好 包括夜叉也好 都是沒有的 都只是Sygear自己的一個品牌Logo 加上Hinch的名字 所以我覺得虎膚工業這一次呢 感覺品牌又提升了一個等級 內部有兩個小口袋 然後其中一面呢 是全部都是毛面 可以用來填的設計章 或者是一些內模塊系統的 一些模塊化的部件 這個我們等會再講到 那麼除了這方面的一些差別呢 最主要就是扣具方面的差別 普通版採用的是FITLOCK的HOOKROBE 這種彈力橡筋材質的扣件 然後K版採用的是陰陽配色的VBUCKLE 這個配色呢是全世界第一次定製的 但是因為扣件的區別呢 所以他們的裝載方式有點差別 大家可以仔細看 常規版的這邊呢 HOOKROBE的設計是需要綁一條紙袋在側面的 所以呢 側面這個位置因為要縫紙袋 也特意加多了一個低環的設計 HOOKROBE的底下這一端 是可以在紙袋上做上下位置調節的 然後上面的這部分呢 有彈力橡筋的存在 然後上面這塊也是可以 上下在橡筋的長度範圍內去調節 但是哈 K版的VBUCKLE呢 因為裝載方式是另外的一種 VBUCKLE是上下有各自自己的MOD 有自己的尼龍紙袋 然後它調節的方式 就只在自己紙袋上去做一個長短的縮減 並沒有在包款上有縫一個紙袋去 在這個上面像軌道版的調節 那所以打開之後呢 這個包體顯得會更加乾淨整潔 但是就沒有了那個DCO 沒有那個DCO 我就不知道這個K版的瓢袋要掛在哪裡好 當然這不是一個特別大的問題 除了扣具的最大的區別 K版有自己的一個標誌性的紅標 常規版就是琥珀工業一直以來的這個標 那麼再過來一個區別 就不是包款上了 是一個就是背後的一個HINGE塊材扣 和整個背帶肩帶的一個差別 我們在這裡要注意 常規版不管是黑灰紅這個配色還是全黑的配色呢 肩帶都是需要另外去購買的 本身包款是沒有附贈任何的配件的 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點 那黑灰紅它有自己的灰色版本的背帶 就是這一個這個位置是灰色的面料 然後黑色版本就是黑色 當然如果你想要在黑包上配灰色肩帶沒有問題 這款肩帶的型號叫做SS09 就是這個第二代的HMS系統的肩帶 我覺得這個肩帶相比於夜查的那一個呢 靈活性更好了並且更晴量化了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的 K版這一款包呢是不需要另外購肩帶的 因為它的價格裡面就包含了這一條特別定製的肩帶 特別在哪裡呢 就是它這一個半透明款的Hinch快材扣 這個快材扣本來是Sidegear官方作為一個展示用途 給他們的客戶秀裡面的機械結構用的 但是服務工業就覺得很好看了 就把這一整個配色把它定下來了 然後並且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這個拉環它是夜光材質的 這個型號叫做PZ2的拉環 這個其實可以單獨購買 就是你買普通版的這一款肩帶呢 你也可以把它後期換成這個夜光的拉環 它夜光效果還蠻強的 遠看像一塊玉一樣 OK 那麼這是大概這幾款包之間的一個差異化的部分 那麼這一個第二代的模塊化系統呢 其實就像我之前的視頻介紹過的那樣HMC系統 它主要是在模塊化的基礎上 增加了很多具有不同裝載能力的配件 來給你的自己的生活習慣去做調整 去達到一個最適合你自己日常生活的裝載狀態 我個人呢是習慣用這一個小號的 彈夾包作為一個附屬 彈夾包的型號叫做LEG17 它還有另外一個大的版本 需要用到兩行mole的 那同時你也可以裝載這一個鑰匙包 也是上一次發售的 那具體關於這些東西呢 你們可以看我之前那一款 介紹收納整理的視頻 裡面有詳細的介紹一整個 關於HMS系統該如何運用 以及去如何輔助你生活的一些介紹 那麼看看配件 這一次除了包款本身和肩帶之外呢 還有之前介紹過的INSTOLINK內模塊系統的新的兩個模塊 就是一個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網兜啊 然後上面呢還是依然有這個可以 鐵絲記章 或者是你可以自訂一名稱 一個毛面魔術貼的位置 那這一個呢是可以塞進正常尺寸的煙盒 或者是手機都沒有問題 另外一個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的 它是一個有拉鍊的內兜 然後背後你可以看到它是X型的 這個車線補強網兜材質跟剛剛這個是一樣的 都是這種網紗材質的 都是這種網紗材質半透明的 這個我覺得蠻實用的 尤其是在這一款RAVEN 度牙 這款小型油拆包上呢 它有一個全毛面 它這個尺寸是剛剛好可以貼進這個兜的 使得你內部呢 多了一個網格狀的拉鍊小分隔 我覺得這個超實用 這個小包款呢 有一個正面 然後內部的背面有兩個小插帶 然後就是一個大組長 但我個人的習慣呢 日常生活中 我還是喜歡裡面有多一個拉鍊的小 按帶會更加的安心一點 並且我覺得這樣的分類會更加合理 那說到拉鍊按帶呢 其實這款包的背後 還是有一個小的拉鍊艙 做的比較隱蔽一點 安全性比較高的一個小拉鍊艙 它是不同組艙的 然後背部你也可以看到非常厚 非常密實的這個腹腳尼龍座內裡 它比較薄 它沒有說容積做得非常大 所以你只能放一些 比如說是手機或者是卡片 這一類小型的物品在裡面 薄一點 那麼除此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背後是有兩個非常大的 兩個魔術鐵的綁帶 去覆蓋住裡面這個 兩個毛利織帶 這一開始我也沒明白是怎麼回事 然後後來問了一下他們 說是為了單車騎手設計 這其實我一開始還沒想到 因為我也沒有騎單車很多年了 當然最早以前 有在騎死飛的時候呢 就算被油彩包 都是被那種特別大尺寸的 然後它是3.4固定的嘛 那這種小油彩包呢 我不會想著說 把它陪在身上 還要綁在車前面 只是說這麼小 它背後 或者背在胸前 我覺得問題都不是很大 不過 不排除會有人有這種需求啦 那這個就是用來捆在你的單車前把上面的 用來做固定 那這個就是用來捆在你的單車前把上面的 那並且呢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織帶呢 留了很長的餘量 就是用來給你方便固定這個Hinge快材扣 很多人說這個扣子超難裝 裝起來很費勁 所以他們這一次呢 特意留長了一些 其實裝起來呢 我個人裝的時候 覺得還是蠻輕鬆的 然後在這裡有給大家一個小tips 就是注意一下你裝載的順序 這裡本身呢 是固定了兩個D扣的 你的Hinge快材扣呢 裝的位置要在D扣的上面 不要裝到底下去了 因為這個包是支持兩種背法的 除了這個ACS09款式的肩帶之外呢 它是用Hinge快材扣來做固定的嘛 那另外你還可以使用 同學他們之前出的ACS08或者07 那個款式的肩帶 直接扣在這個D扣上面 這樣就做到了一個低深位背附的效果 就不會說那麼貼深 它會比較往下 像斜跨薄多一點 就不像油彩薄那麼貼背後或貼胸 我個人呢 在日常我還是比較喜歡這種長肩帶的背附方式 身上我感覺輕鬆一點 當然如果是夏天的話呢 我可能會選那個ACS09的肩帶 因為衣服少嘛 我覺得可以背短一點 活動比較方便 秋冬的時候衣服比較多 短肩帶背上身就已經很費勁 又沒說還要移動啊什麼的 或者拿東西都不是很方便 個人目前日常在使用的 就是這個長款低深位的背附方式 我覺得蠻舒服的 那麼說到這個ACS09的肩帶呢 它除了可以裝載在度牙這款包上之外呢 它還可以裝在這一次同步發售的兩款小富寶上面 小的這一款呢叫做LEG26 長的這一款叫LEG27 他們都是這一次 胡服工業首次使用的硬滑工藝來製作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透明的PVC這個口袋 除了這麼多機產品 終於終於有一個他們自己大logo的款式了 我不太喜歡有大logo的單品 但是這一個是我覺得很好看的 當然它整體也不是很大了 然後這一個小的LEG26呢 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掛在拉菲爾上面 我覺得超合適 黑色會比較好看一點 如果你的包是白色的 你想掛這個款式的話 你可以看我畫面上演示的 我掛在白色的夜叉上 我覺得也蠻好看的 我個人的使用習慣呢 我會傾向於把LEG27這款包單獨背附 作為一個很小很小的 你可以說是腰包也好 或者是小鞋跨包 背後也是有三行模擬系統 兩個包都有 然後這個就可以支持你使用這個SS09的肩帶 也可以直接擴展HMS模塊化系統的一些配件 我個人覺得這一款呢 如果掛在拉菲爾上 看起來有點像個筆帶文具帶的感覺 單獨背我覺得它好看一點 如果你又不想當它做副包 如果也不想說掛個肩帶的話 你看到這個紅色拉環 你也可以給它掛一個把手 每個人的習慣都不一樣 這個主要還是看你自己的生活習慣方式 沒有絕對的正確答案 只有喜好不同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這次新發售的Raven這款包 有它自己的獨立的式式機長之外 還發布了Drop3這一季主題 紅衣的兩款型式式機長 我覺得很好看 它是用多邊形液型切割的 然後並且它也支持貼在SS09這款肩帶上 然後這款肩帶我多說兩嘴 它這個極光切割的形狀真的切得非常漂亮 這是只有大廠能做出來的這種標準 這兩款副包呢 都是有一個正面的透明艙和一個拉鍊主艙 然後拉鍊主艙裡面還有一個網兜 但是區別就是 小的這一款網兜是沒有拉鍊的 大的這一款呢 它的網兜是有拉鍊的 所以我個人會傾向於選擇有拉鍊的這一款 不過還是那句話 使用方式不同 用途不一樣 那麼大家第一眼看到度鴉這款包 有沒有覺得一點眼熟啊 其實它很多設計元素包括的風格 以及它的靈感 都是來自護膚工業之前那幾款旗艦型的包款 最早的那一款賊歐就是啦 當然我手裡現在沒有 因為那款包實在是太早太早了 手裡有的一個食物呢 是大之前很多人問的這一款 SO03前兆的胸包 你可以很明顯地從畫面上看到 包蓋的鋒利的切角多邊形的柴片 兩者是十分的相似的 然後彩片的鋒利度都非常的好看 然後度鴉這款包的體積 以及它的定位 我個人覺得呢 是相當於之前蜜環的升級版 或者說是替代品 因為蜜環其實這款包 也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受歡迎的一個小包款式啦 當然這種受歡迎的包款 只有一款給你選擇 好像有點太單調了 所以他們這次有多加一款新的款式 橫向對比這兩款包的話 其實還是有蠻大差別的 除了使用方式和材質之外 最主要就是看它側面這個厚度 其實我個人這幾天使用下來 我覺得度鴉的容量會比蜜環稍微大一點點 就是你裝同樣的東西呢 使用度鴉這款包 你在拿取的時候會覺得從容輕鬆很多 不會有那麼的擁擠的情況 也得益於這款包本身 它的設計呢是像一個筒型的感覺 因為它是使用了一片式的這個X-PAC的面料 這是一大片一起做的 所以它打開的時候像個筒一樣 然後它的厚度在底下這條邊呢 就是它的厚度是固定的 不像密環它是有這種伸縮帶去調節它的厚度 其實遠看這個包如果這樣打開 有沒有有點像水族館裡面那些飼養員 裝魚的那種筒 我個人還是比較喜歡度鴉的這個造型 非常好看小巧 那同時呢質感也非常的飽滿 我就不太會在度鴉正面的模擬系統上 再去掛載其他的副寶 除非特別需要這種容量的升級 否則的話我覺得它本身這個樣子 就已經十分的合適和恰當了 那麼對於度鴉這款小寶的定位呢 它其實比較偏向於日常的休閒通勤 它並不支持你裝載一個超大容量的 重度的日常通勤使用 這樣的話你可能還是需要一個比較大的 單肩包或者是雙肩包 這個就更加適合日常休閒來用 它裝東西會更加的有秩序 有收納整理的這一種思維方式所在 會更加好的去管理你的整個收納的 可以說思維習慣或者是系統 我們在這裡呢也簡單給大家示範一下 我個人是如何搭配這三款不同顏色的 你可以搭配這位置 czym學習也好嗎? 等一下 我可以搭配這位置 更加的關係 首先全黑的这一款呢 我是采用了低深胃背负的一个方式去做展现 然后搭配的想法比较简单 就是以前Valence的衬衫搭配护肤的这件T恤 然后裤子是Nosca最新的那一条八分裤 其实这条裤子本身它是带一个双飘带设计的收紧 但是我为了总体的搭配感 我希望它有一个更加简洁和高级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个飘带其实收藏进口袋里面了 实际上也可以放出来穿着 这个裤子我觉得比起他们之前前几季的八分裤呢 线条的检材干净利落的程度又有提升 然后口袋的易用程度也非常非常的舒服 其实它裤脚还是可以有魔术贴收紧的 不过我觉得剪裁已经足够显瘦了 我就没有再去收紧 我不想让我自己显得更瘦 那条裤子我个人尝试了很多的鞋款 我觉得最合适的就是这一双Makura Superfly 并且这双鞋也是我目前这么多年 这么多鞋子里面 不管是从材质舒适度设计感 搭配性等等方面 它都是我心中List No.1 立于不败之地的这么一款鞋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是我会再无限回购的一款 我们这种搭配呢非常简单 但是我觉得非常舒服 并且很容易就能有一个时装感和高级感 但有些朋友可能日常不习惯这样搭配 或者不喜欢 这也很正常 我觉得搭配全黑的这款包 还是非常得体非常好看的 然后这款包的尺寸啊容积啊 非常适合这种日常的轻装出行的一些通勤感 并且它在你身上也不会占太大的面积 然后可以说是一个画龙点睛的搭配的小配件吧 不知道这个搭配你们一到十分会打几分呢 那么第二个look呢 就是搭配这一个最酷炫的K版的配色 在全黑配色带点红色点缀的情况下呢 多了一点白色来提亮整个造型感 包括这一个透明磨砂的Hinge快材扣也是 在整体的视觉质感上也非常好的提升 那所以呢这个look呢我就搭配了稍微复杂一点点 身上的衬衣呢和西装外套都是来自NOSCUS 2020秋冬的款式 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这件双拉链的衬衣 它的材质是我拿到手之前没有想到的 它那种属于比较厚重的防水面料 然后它是有点褶皱尼龙的感觉 但它上身的效果还蛮舒服的 并且因为它材质的关系呢 上身的效果显得非常的俐落 包括这件西装外套跟这件衬衣都是啊 他们都支持在不穿的时候呢 鞋胯背在身上都有一个肩带在背后穿的 当然你不用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取下来 那这些西装外套我觉得它简带非常好看 它有一个FITLOG的磁扣扣在那个鞋叉的口袋上 不用拉整个衣服的拉链就把它合并起来 有点像穿统西装的感觉 当然如果你整个拉链拉上 它是可以支持拉到底 然后把领子立起来 我觉得这个效果看起来就更加的庄严树木了 我就没有这样穿 觉得这样的层叠搭配已经非常好看了 然后裤子也是NOSCUS的那一条 裤脚有拉链的防水泼的裤子 然后这个裤子呢 我个人觉得它比较适合搭配的 就是SALOMON最新的这一双VBS的BAMBA 3 那这款鞋其实也是烧了我们自己的款式 鞋盒长这个样子 顺带给大家看一看 这款鞋本来名叫Nordic Hybrid 4BBS 那么它是11 by BBS 这一个品牌的可以说是招牌式的设计语言 这款鞋其实它在11 by BBS 他们自己的命名体系里面叫做BAMBA 3 我就这样叫啥了BAMBA 3 这款鞋呢其实是没有染色的版本 大家都知道11 by BBS呢 它们很出名的就是它这种浸染的工艺 然后这款鞋据说是国内这一支双十一会发售 那具体发售信息大家可以留意他们的官网 数量非常非常的少 我只能说买到就是赚到 那么其实它等于整个鞋底 都是来自之前的XT5或XT6的 看是一样的 科技啊 外型都是一样的 这一整身搭配 尤其是K版的这款包 配这双鞋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感觉就像是一起设计出来的款式 没有任何的违和感 比起这款鞋像之前的骚扰们一样 大家需要码数买大一点 有可能你要买大两码都不过分 因为它的鞋是有三层的 外面这一层防水的皮革打开 里面呢 还有一层纤维 就用来固定它这一个 细带系统啊 然后再往里是这一个 弹性网格的内靴 弹力十分的好啊 我在穿着的时候是根本没有 拉紧这一个抽绳的 就是放松它 然后直接把拉链拉好 就已经固定的非常好非常紧了 基本上不需要再拉紧 上脚的效果还是十分好看的 有可能我把它穿旧之后 会考虑整双鞋再拿去进染 不知道这个搭配 你们一到十分会打几分呢 我猜可能不是太多人 都喜欢这种搭配风格 或者是搭配的习惯 可能有点太过于复杂了 看个热闹就好了 所以说11xBS这个牌子呢 是偏暗黑系的 有一种暗黑先锋高阶的感觉 但是我不想把它穿的 太像他们品牌所展现的 那种特定的风格 我还是融入了一些 自己日常会穿的一些单品 和一些习惯 我觉得还行 这双鞋的搭配性还蛮好的 等我再穿一阵子吧 看会不会有更多的心得和体会 再跟你做分享吧 最后一个是 黑灰红的这款配色的搭配呢 我觉得它是比较倾向于 有一点urban outdoor的感觉 因为它颜色比较多嘛 那我也是想往这方面去做一个效果 所以我选择的搭配是这样的 渐变颜色的装缝衣 还是来自NOSCOT的 那它是这一季最新的一个 浸染的工艺 据说这样的制作工艺呢 使得这件衣服的成品率非常的低 买这件衣服可能也需要等蛮长时间的 但上层效果我觉得是很好看的 因为这个颜色也蛮特别 然后为了营造这种urban outdoor的感觉 我还是搭配了GrupyMade之前那条非常肥大的工装裤 然后搭配的也是来自SUMM的最新款 这双X8 Pro Fusion 这款Fusion呢 其实它是基于之前的X8 Pro 3D改造来的 这款鞋呢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可以看回我之前影片的介绍 它们两个差别呢 其实最大的就是在于鞋面的材质改变 Fusion这款网面非常非常轻薄透气 就是我在穿它行走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风吹进鞋里面 那这双鞋的固定就不是那种缝线 而是一些压胶 软质的TPU 它也不是非常的硬 很软 那这双鞋的重量呢 轻的特别多 但鞋底依然没有改变 还是那种死硬死硬的东山鞋的底 不过脚感还是OK啦 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之前我不是说 这双鞋的码数感觉前掌位置比较宽 好像可以拿小一点吗 这双鞋都同样的码数啊 我再拿回这双鞋的时候呢 确实发现 拿小半码应该是可以穿到的 因为它材质变薄了 整个鞋面的鞋身的用料都变薄了 所以它鞋内的空间呢 无形中被放大了 然后鞋舌也变薄了 不是之前那种非常厚的甜棉 整体呢这双鞋 可以说是一个都市版 或者说轻量化版的X8 Pro 它比较适合的是日常休闲的穿组 可能你真的要去登山 或者是要做一些越野的一些活动 还是买回之前的那双3D的Pro 会比较好一点 不过这个配色是非常好看 这种有点大地色的 姜黄的感觉啊 配上这个军碧色跟藏蓝色 然后鞋跟还有这种米白色跟咖啡色的点缀 整双鞋的配色效果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日系这种Urban Outdoor的感觉 所以也是我这整身搭配造型的一个可以说是点睛之笔 就是这双鞋跟这个包 有点黑灰红的感觉呢 其实也是满户外的 因为户外的用品都很喜欢用一些 非常醒目的颜色去做小小的点缀 然后为了呼应这种有点乎外的冬季感的效果啊 虽然我这边不是真的很冷 那我也搭配了一件姚力容在里面 就这件双色的姚力容啊 很好买到 我觉得搭配效果也蛮好的 并且它也算是OK好穿才一百来块 那裤子呢就是这一条骨平妹非常肥的这种裤子 我不清楚现在你们还买买到这一款 感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一下 其实类似的替代也不少 不一定非得盯着这一款或者盯着这一个品牌去买 那这大概就是这几身搭配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不知道你们会给这些搭配打多少分呢 那我刚刚说到的这款SALOMON 以及10800BBS的那一款Mamba 3 都在双11的时候在SALOMON的旗舰店有发售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福工艺的这一款Raven的包呢 其实全线的配件和包款都已经开放发售了 不过目前可能需求量比较大 并不是全部都有现货 大家自己如果感兴趣去购入呢 还是要看一下他们的一个预售时间 肯定是双11买会比较划算一点 那么我个人也是觉得这款包呢 非常适合这种下囚或者是秋冬交际的 这样一个过季场景的一些穿搭 然后日常使用呢 这样的尺寸也非常灵活和方便 然后也可以帮助培养你自己的一个收纳整理的习惯 那么这大概就是这一个非常具有搭配感的小包款的一些介绍啦 太生硬的那些关于参数方面的信息 我就没有过多的介绍 其实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啦 主要还是想介绍一下我个人使用体验的一些心得 以及搭配的想法 那希望能够对你们的选购以及搭配有一定的帮助吧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还不错地有帮助的话呢 希望你给我一键三连啦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记得点一下订阅啦 那我是Rock 我们下期再见吧 刚拍完糊涂的画面 现在过来宜家买点东西 顺便吃两口 欢迎收第二杯军锅中卫 还有咸蛋无可重 冷博粉 碰芯 先粉丝 快点开始家人朋友 一起来品尝雪喝的咖啡啦 在宜家后有烧梅汤吗? 中文字幕 李宗盛